大家好 歡迎收看沖港台 今天講的題目有一點敏感 這個題材之前有網民和我講沖 但我第一又不是當中的人士 第二也沒有做過這些手術 接著我要講是知不知道 但我身邊也有朋友 日前日後都聽了很多有關的事情 所以都可以講得少少 就是所謂的人妖 我叫做第三性 因為尊重他們的取向 第三性究竟是否至少因為家窮被老爸切了 然後推出來表現 以前是怎樣我不知道 但今時今日沒有這支歌唱 不要說第三性 甚至乎一些女生出來找外快 也沒有說迫倫圍槍窮 賣她去火坑 沒有這些詩歌唱 現在大多數都是你情我願 例如那些女生 要買一個漂亮的手袋 哥哥 爸爸 然後就是ATN 不要說女生 男生也有 男生也不要說泰國 其實世界各地也有 香港也好 國內也好 日本也有 有些男生也好 或者女生也好 為了可以富有少少 就不適而會賣身 甚至乎男的變弄的也有 這些真是很難說的 不是說錯 每人有自己的方式去賺錢 當然你說道德方面 就是那句 我不是道德 我不會說 但是整體上 其實無論男也好 女也好 你說中性也好 現在這個世代 都沒有說迫倫圍槍 或者窮太窮 推她去做這些 都沒有的了 那我見到在Diktok之上 有些泰國的小學生 是沒有錯 小學生 最短褲子那些 有時在一些學校表演裡面 那些表現都相當之 相當之很女性化 但是他們又不會覺得有問題 他們都引以為榮 而私掌門也不會說 這些是錯 當然究竟是對還是錯 我不敢說 沒有人知道 那是說 那個男生有少少娘娘腔 或者一個女人 那究竟這個是真的錯 還是社會的錯 還是什麼 其實都是那一句 有人喜歡吃粥 有人喜歡吃飯 這些沒有說對於錯 這些就由得大家自己去看 而當位學校都可以覺得 這樣沒有問題 甚至乎有些老師 可能都是這樣 甚至乎 當你出來做事之際 你可能 你怎樣也好 你那個上司 也都不會 你的職員是這樣 不會說 原來你是女兒身 原來你是男兒身 原來你是男兒身 然後趕走 炒了 是不會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所以 泰國來說 都是說很包容 很奇怪 泰國是一個佛教國家 但是在這些事情之上 是包容到不得了 當然 宗教和這些事情 性取向 各方面 會不會是一些 有衝突 我不敢說 只不過是把我看到 又告訴大家 很漂亮 而引伸而出 就是說 你會見到 在泰國有很多的明星 或者一些的歌聲 或者什麼都好 有時都是一些的第三性 他們在社會上 都沒有什麼 受到歧視 你說歧視來講 香港作為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 真是都 幾是東西 黑仔姜浩文之前拍了電影的 翠絲 哇 真是都 都慘了 裡面的遭遇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香港已經發生過兩件事 一件事 就是有一間銀行的 一個高層 是西人來的 因為有這個女性的傾向 經常扮女裝 但是他都很大隻 穿的鞋子都很大 於是乎 就被歧視 又被記者追訪 之後 怎樣我不知道 但是在曼谷 見過有幾次 我猜是他 因為是相當大隻 雖然大個假髮 但是 一看就只是男兒生 但anyway 而另一件事 是香港人 一個都是銀行高層 去到某個年紀 才發現原來自己 喜歡作女性打扮 然後 導致兒子又不背 老婆又更加不背 然後本來是高官厚陸 來的 但是就好像銀行都背了 而家庭都破碎 最後就自己搬出來 結果是怎樣 我不記得 但是都有一些媒體去跟蹤他 收場不是好的 不是開心 但anyway 這些事情 其實世界各地都有發生 但幸好泰國 較為包容 那泰國人也不覺得有什麼大問題 所以整件事 就不會是很慘 但是你說 其實香港 會不會有人變性 其實是有的 我之前看新聞 好像香港有些成功的手術 是女變男都有 那男變女有沒有呢 我曾經有個香港的朋友 是男仔來的 其實都成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都成四十幾歲 但是那個樣貌呢 是挺女仔的 又沒有什麼項毛 沒有什麼鬚筋 細細粒 聲音呢 都是很女仔的聲音 所以他就選擇了 來泰國做變性手術 來泰國 那時候我記得 我去探望他一次 他在一間診所 沒錯 是診所 在診所 泰國做變性手術 是相當之了得的 那些醫生可能設得多 公多藝屬 上低做人 就要七天 但是 你做女人的話 你幾個小時已經搞定 他是住在診所裡面 因為那個診所 主要是做這些大型手術 然後診所上面 亦都有房 有護士去照顧 他就搞定了之後 在那裏就調養 調理 你住了整個月 然後回香港 然後 在香港做了 是不是葛梁雄 葛梁雄醫院 做了很多心理的事情 然後見了很多醫生 很多高官 怎樣怎樣 然後確認你 真的適宜做女性 我又換了個身份證 給他怎樣怎樣 之後 他去過一些很女性的生活 都很開心 同樣地 在泰國 我相信 如果在泰國 男少便女士 就沒有香港的麻煩 所以就過五關斬六將 他那時候告訴我 在香港 見醫生 見什麼見密 說整班人為次 去審犯 那麼審 訪問那麼訪問 然後搞了很久 在泰國的話 沒有 有錢就剪 做 男便女 或者女便男 其實都不難 因為現在泰國的整形 整容手術 都好嗎 你要很多鬚筋 都可以隨時給你 那你只說 下面怎樣怎樣做 這些就不清楚了 有機會去採訪過 了解過 才再和大家說 於是 隱身而出 說回那場的問題 就是說 都是那一句 就不能說 因為家裡窮 然後推他出來做什麼 因為 老實說 你就算你家裡近窮也好 你只是孤主一閘 你兒子明明是兒子 你剪了 推他出來變女人的話 第一 他大過一定漂亮的 一個不怪以外 大過越大越大隻 那你就是沒有的 還有 很多時候 就是說 除了做歌舞表演之外 可能會有機會 有一個 很好的人去照顧他 都要你自己質素好才行 如果質素不好 就說 找鬼來照顧你 沒有的 所以 你一個不怪剪了 這樣 不可以 沒有的 所以 我不覺得 真的有父母 因為要子女 而 什麼什麼 是兒子 不是女 但當然 以前以前的世代 我有 我不敢說 但今時今日 很多都是 自己 喜歡 我喜歡 這樣 OK 那你就 群上這班的朋友 然後 走這條路 或者 我 喜歡走男性化的 例如 女士喜歡走男性化 那就走男性化的路 那沒什麼 我身邊也有很多 湯 還有很多 Lesbian的朋友 也有一些 是同事的朋友 就是 吃飯而已 我喜歡吃飯 你喜歡吃粥 我喜歡吃意大利粉 各有所好 對不對 最重要的就是 其實這班朋友 他們 都掙扎向上游 因為他們都知道 雖然 泰國沒有其事 但是 或多或少 都有人會說 隔退 隔退 都會笑他們 所以他們都要 發奮圖強 不想被人笑 不想被人看死 所以在泰國 有一首歌 叫做 中性人的國歌 叫做 以往 所有一些中性人的表演 都一定會唱這首歌 真的 很振奮人心 有一點好笑的就是 因為我們 譬如泰國人 都會知道這首是 中性人的奮鬥國歌 去年疫情最嚴峻的時候 我立了一條片來用 那條片是太行的片 應該是不公平的 太行找到的職員 有整飛機 有做ticketing 整班人 有空中少爺 在飛機上也有 在機艙也有 在修理機 拍了很多飛機的工廠 但在工廠裏面也有 拍了一部MV 那首MV 就是用了這首 I Will Survive 來做 給他們聲音 是相當之好笑 不是 他們很認真的 你會看到他們 不是職業的歌星 和舞蹈藝員 只不過是業餘 做這個歌曲 但是因為 我們知道 你們大家 不清楚的時候 不知道這首歌的 籠籠去脈 就當是 粉脈登場 唱歌跳舞 挺有趣的 但是我們知道 這首歌 當然 I Will Survive 是人都應該要 survive 但通常來說 都是一些中性人 表演會來唱 但是 就擺在 《太行》的歌舞裡面 當然 《太行》是絕對 需要survive 因為 世界各地 有很多 分行 都已經 財源 甚至乎 也要賣飛機 也要賣油雜鬼 各方面 他絕對需要survive 我也需要survive 對吧 看看 什麼時候 我要唱這首 I Will Survive 希望 都可以掙扎求全 除了掙扎求全 要靠自己的努力之外 也要靠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胡桂聰 喜歡的話 記得 like share 訂閱 還有 更加可以的話 可以 參加我的 WATER CUP 好嗎 希望大家會支持 多謝 多謝